我说你会不会骑车 我这天天都这么状 干什么你这事 算了算了 我拍个照走保险吧 留个联系方式 你就先走吧 行行行 谢谢谢谢 你觉不觉得 你现在越来越像小乔了 有吗 有啊 按你原来的脾气 他能就这么走啊 冲谁吹口哨呢你们 碍着你什么事啊 你可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你路边走 你拦着我干嘛呀 他们又不是冲我 你误会了 再说了人两个人呢 我怕你吃亏 怕我吃亏 你要不穿这么暖的裙子 会有这事吗 也不想想你自己 行了 去后座帮我拿个外套 我说这一路上怎么那么小 原来是你衣服上的味 你看 这就是小乔影响你的 你原来哪会这样啊 你闻闻 你闻闻 是会香香的 都说了不喜欢香味太浓的 我也不会跟你喷通了 这次不一样 你闻闻嘛 好像真的呀 还挺好闻的 这是什么呀 这样你以后抱着我的时候 就能闻到香味了 真的不错 而且还是那种淡淡的香味 一点也不出 对了 以后洗衣服 一起用它洗吧 这样我抱着你的时候 也能闻到 好闻的香味了 就是一家人 以后也不会走散的 随便随便 也就你相信这些 你还定不定 婚礼场地了 定不着你女朋友喜欢的 我看你怎么交代 走走走走 确实 我俩这次吵架能和好 还真得谢谢你 要不是你说 这女朋友再不结婚 就真等不起了 我俩可能 现在也走分手 去哪儿了呀 你在找他吗 你是不是 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这是你应该托我买的 从我这儿拿便宜一点 等以后我也给你买一个 我先去给他送个家 以后 是什么时候 你是不是根本 都没有想不到去 又来了 我们也才二十八 事业什么都不稳定 车房也没有 你招什么急 我的二十八岁 跟你的二十八岁 能一样吗 十八岁到现在 十年 我有多少个十年 你要我等你多少个十年 行了 我还着急给他送过去呢 回来再说吧 我们不要 那些经过 都留下的红 青春 是啊 谁也没用 走啊 快进去吧 走 走走 十月场地都定下去了 要是再早半个小时都有的 不过刚被那堆 靠的飞快 曾经的我们 让多少人想过 不是才分手艺呢 别看了 还有结婚了 你就别打烦了 你没认识 怎么会呢 快回家吧 我的衣服上 都是你喜欢的香味 可惜你却再也不属于我了 后来才明白 有些时候 成熟也许是从失去开始的 来 今天哥几个 不醉不归啊 不醉不归 少喝一点吧 你本来味觉不好 你这还没结婚呢 将来不会是七块盐吧 就是 这么烫 我和朋友聊聊天 你插什么嘴啊 我就是担心 担心什么 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男朋友总是在外人面前 狠要面子 挑不挑 有的时候 甚至完全不顾我的感受 青春结婚我就不去了 隔几个帮忙随两千吧 一会儿转你们 巧 一会儿转我两千块钱吧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咱们家这月房租还没交呢 人家都随五百 你没有 干嘛随那么多啊 青春好歹叫一声胳膊 随五百 你让我面子 我哪放啊 赶紧转啊 还等着呢 明明知道我们路不复处 可他却还是要在朋友跟前 打肿点春套 瞧 我想和你商量的事 我姑姑家的孩子刚毕业正常工作呢 我想着叔叔那边不是正在招人吗 你看着得想想办法当个主管什么的 我爸也只是个小主管 说不上什么话的 所以说想让你想想办法嘛 我可答应下来了 你别给我丢人啊 就算是亲戚家的无理要求 他也为了面子不懂拒绝 嫂子你这包也太好看了吧 哥你什么时候也给我买一个 现在送你不就行了 反正都是我花钱 谢谢哥 那我去试试 那是我省了两个月的工资买的 怎么就变成你花的钱了 我妹妹好不容易来一次 你就非要这会儿下我面子 真是不懂事 在家人面前夸下海口 却还让我忍气吞声替他隐瞒 你还委屈上了 又不丢人啊 要不回家哭去 你要不还是去哄哄吧 这样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我看就是平时惯的毛病 如果你自始至终觉得面子比我重要 那我也不必委屈自己 替你遮理 过两天说好我给同事当半娘了 可我最近加班太多 你看感觉都有小细纹 这怎么上着啊 你这不只是熬夜吧 肯定平常会负物到位 现在是该房出老的时候了 房出老 对啊 我现在就去看看 立马下单 你的化妆品什么时候自己买过呀 等回去我来吧 不会是有男朋友的人哦 羡慕死了 行啊 别等回去了 现在的 早点买我还能早点收到 要不还两天 等过两天发工资了 你忘了还有信用卡 我着急用呢 谢谢了 今天我请客 谁都别巧 还得是第二个呀 我看还是AA吧 他这个月工资上的不多了 不然最后还是得我来 对了 上一月给青春随的礼 还是我电手的呢 你 当然是靠女朋友啊 丘丘的 来了 哥 上次你帮乌乌家孩子 找的工作可好了 你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给我男朋友也找一个啊 行啊 那还不是你哥一句话的事 那是我爸托关西朝的人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干嘛呀 妹妹好不容易开口的 那你也不能答应你能力以外的是吧 上次的包 你记得还我吧 你哥可从来没有 自愿送过我礼物 乔气 你要这样趁早给我出去 别在这儿丢人卸眼 你忘了 这个房子 还是我再交的钱 要走也应该是 你们兄妹两个走吧 请你们离开 我们还以为 你在这儿过得有多好 搞了半天原来是 寄人离夏 真是对此人 面子从来不是别人给的 而是自己正的 离去另一半换来 虚无缥缈的面子 才是最丢烈的事情 每年送你那么多花 没必要留着的 今天日肯定不一样了 而且又是第九年 我得好好珍惜 先把它养起来 完了 我做成干花 好好好 那我先去洗澡了 嗯 怎么少了一朵 这个笨蛋 买的时候也不知道看看 白玫瑰好像真的还挺适合我的 这个女生我知道 是她公司之前先来的同事 龙哥 今天早上开会 谢谢你替我解围 这个给你 在公司异性缘这么好啊 她有小姑娘送你礼物呢 今来的同事 怎么了 吃出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就是觉得吧 她有点像刚毕业的你 就算有什么 也是因为你啊 本以为只是普通同事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她们开始频繁地聊天 最近压力太大了 周末出来啊 将你滑板超解压 甚至有些事情 她也从未向我提起 哎 我们周末最爱磨吧 我知道我家店超级棒 周末我约好和同事一起去滑板了 改天吧 什么时候喜欢这些了 最近换了洗发水超好用 快给你啊 怪不得你今天路过的时候好香 这样就下单 而她一切的粉尘 好像也都解释得通 咱们家洗发水真的不好用 昨天洗的今天就流了 所以才让你丢掉吗 衣服再发丝上 然后再慢慢释放出来 这样流香更持久 嗯 不错 头发好蓬松 而且很干净清爽 不过 你什么时候开始会买这些了 你上一次不是说 洗发水不好用吗 我就记住了 以后都买这个吧 他们无时无刻不再分享生活 都能停电了 真是吓了我一跳 只是一会儿 没事的 给你看我做的饭 有机会下次做给你尝尝 就连刚刚属于我们的纪念日 也不例外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手机险吃吗 就随便拍吧 毕竟第一次做了 记录一下 那你以后也会吗 当然 以后每年都给你做 多可笑 原来刚刚在期盼未来一起生活的人 其实只有我一个 干嘛呢 那你呢 你又在干什么 我和普通同事聊聊天也有错吧 普通同事会天天聊天吗 普通同事你会送他和我一样的话 他不要和我要一多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能不能别小题大做 那我问你 刚刚纪念日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是以后和我的伤 还是希望有机会做饭给他也尝尝 不是这样的 我不喜欢白玫瑰 是你说我是 我才想他 那你现在把他也给别人 我只觉得恶心 分享欲是一段感情的开始 也是一段感情的结束 毕竟你的分享欲给了谁 爱也去给了谁 你要真的喜欢我们就买那件婚纱 大不了分期吗 算了吧 也没那么喜欢 瞧 这么巧 你也在这买东西 是啊 要准备婚礼了 头疼死了 转了这么大一圈 他什么都没给你买 婚前都不愿意给你花钱 以后还得了 没有 就是还没遇到合适的 天一对我真的很好 放心吧 你不要听他说了什么 要看做了什么 你们现在不是还没买婚件吗 今天正好去DR逛逛 你说他对你好 但是他真的愿意给你买DR钻戒 给你一生一世的承诺吗 说和做啊 是两回事 所以 真的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天一 天一 小姐好不容易来 今天我们去外面吃吧 要不还在家吧 我来坐 外面太会不划算的 今天去外面吃吧 我男朋友请客 刚发的红包 我男朋友开车来接我 要不要带你这 不用了 天一 强了 这都快结婚了 怎么还没买车啊 结婚可是一辈子的事 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都是天一送的心愿券 是不是很可爱 今天日就送你这个呀 这是我男朋友送的 你可长点心吧 现在的年纪 不再该只为一颗糖而感动了 走 先进去看看 跳跳有没有喜欢的 欢迎光临DR真爱体验店 请问几位之前有了解过DR吗 嗯 知道 你们家钻戒 是一生只能送一个人的 嘿 瞧 这款挺不错 女士 你很有眼光 请问先生 您确定要绑定吗 嗯 不好意思 我们DR是需要绑定 男士身份证购买的 这位先生已经购买过一枚DR 醒了你 难怪你微微缩缩的 绑定的是乔七月女士 是我一个月前定制的 本来想给你个惊喜 没想到 是现在 我知道我之前亏欠了你 但其实我只是想快点给你一个小家 哎 你怎么就是这个啊 我给你再点一点 嗯 我一个人没关系的 多爽一点我们就能快点买房了 怎么样 哥们刚提到 考不考也来一辆 我觉得小店驴挺好的 再说了 我准备买房了 这可比买车重要多了 林一啊 房子是拿你自己全部继续付的首付 干嘛加小乔的名字啊 妈 小乔和我在一起这么多年 陪我吃了很多苦 加她的名字本来就是应该的 而且她是我这世界上唯一想娶的女孩 所以我的就是她的 不必分那么清楚 惊喜劝 可凭此劝 兑换房子一塌 小乔 这些年委屈你了 但请你相信 我以后一定会加倍对你好的 这枚第二钻戒我只能送给你一人 一生是唯一 一人也是唯一 选择第二和绑定你的名字 都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我想告诉你 我早就认定你了 我会用一生去陪伴你 珍惜你 所以 小乔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是如此相信 真正爱你的人 会赌上一双让你赢 毕竟唯一的爱 才是最珍贵的奢侈品 你怎么不吃啊 是不合胃口吗 这么贵我吃不下 非要在外边浪费这份钱 在家吃不也一样吗 真是管出来的公主病 我就是觉得 今年日出来一次也没什么 麻烦二位签急救账吧 太晚了我们要开始结算了 好的好的 扫我的吧 行了 来都来了 快吃吧 一会儿都凉了 男朋友总是对钱很敏感 所以在他面前 我总是小心翼翼 哟 点了奶茶呀 我刚不是问了你吗 你说你不喝 我当然喝不起呀 哪里比得上你们这些过好日子的人 今晚月色很美 小哥给小姐买出花吧 要不买一朵吧 反正过节嘛 这种节制就是骗你们这样的女生 然后让我们男生父亲 你能不能别这么虚荣啊 别人要的你也要 花什么愿望钱 下周还要给小周当半娘呢 你看我之前头发烫染了太多次了 干枯毛燥都看不了 诶 那你头发这么顺滑 是不是经常去理发店做护理啊 应该很贵吧 哪里用这么麻烦 你跟我来 带你是个好东西 在家就能给头发做死吧 真的 这用完就顺滑有光泽了 还很蓬松呢 而且还有股特别温柔的淡淡花香 省时又省钱 这简直就是懒人救急必备啊 那这瓶我就先拿走了 这可是我男朋友送的 你要喜欢 让你男朋友买啊 不用 我 行啊 我之前听同事说过这个牌子 听说便宜又大碗 我来买吧 刚好我最近看上一电脑 今天日你送我这个吧 虽然有时心里觉得不太舒服 愣着干嘛 快吃啊 我这么省就是想多存点钱 早点买婚房嘛 好了 过今天日别生气了 可我每次听她这么说 又忍不住心软 也许 她真的是在为我们的以后照相吧 怎么了 在一起的时候 你送我的那条项链 怎么都找不到了 那条项链可是花了我一百多呢 这么贵的东西你不知道好好保管 看来我平时真把你给惯坏了 项链妈妈收到了 送给小乔的项链 你又拿回来 这好吗 您不懂 小乔总是问我 原来他从始至终 女生就不该惯了 只是觉得我不值得 也许 我也该好好为自己着想 你可算回来了 赶紧做饭吧 我饿死了 我吃过了 你自己随便吃点吧 又在外边吃 这得花多少钱啊 我就是大手大脚 惯了 没办法 所以以后我们分开吃吧 你也眼不见为近 明哥你朋友给他买的皮肤 就是不一样啊 把把MVP 你不准备表示一下 游戏里的这些皮肤 就是骗你们这样的男生 不当吃不当喝的 人家玩得好 没有皮肤照样玩得好 你别这么虚荣 瞧 你之前送我电脑放哪了 我怎么找不到了 我弟刚好不是要上大学了吗 我就送给他了 你之前那个不也能用吗 就当为买房子省钱 乔军 你什么意思啊 把我东西送给别人 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 你拿走我的项链的时候 不也没问过我的意见 我不过是和你学的罢了 还有 像你这种天天 把钱挂在嘴边的人 才是真正的物质 我们真的不合适 开始分手了 以前我以为 说女孩败金是要车 原来在她眼里 要一杯奶茶 一顿饭 一束花 你吃物质 你怎么只带了一把赞 咱俩打一把够了呀 你先拿着用吧 谢谢冲冰 不好意思啊 这次我只带了一把赞 对可能不方便借给你 还有 之前借的麻烦还回来啊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能不能有你同情心帮帮别人啊 我还有事 你自己回家吧 我已经记不清 这是第几次感到心脑的 今天同事送了我一袋 你想吃的那家面包 你拿着吃吧 以后就别缠着我给你买了 不用了 我已经吃过了 你什么时候去吃的 怎么没告诉我 这有什么好说的 它怎么突然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哎 现在面包超火哎 要不我买个尝尝 你这是个面包吗 有什么好吃的 我之前给你发过的呀 有你喜欢的榴莲 不要陈天球发那些没有的东西 絮絮叨叨烦不烦啊 你不看看你多多胖啊 就知道吃 瞧 我想上厕所 帮我拿下个屏幕 哎呀 女生去男厕所多不方便啊 要不你还是自己举出去吧 以前你不来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的 她应该只是在赌气吧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却莫名地有点不安 容炳 这边要打完了 帮我叫下护士吧 过来过来过来 容炳 你听见了吗 行行行 别催了 你自己不会暗护士林吗 真麻烦 你又买的什么呀 眼霜啊 哇 好划算啊 换机会去买两套衣服鞋子 好 知道了 我妈快到了 你先去化妆吧 我们一会儿去接她 今天是我闺蜜生人 早就也好 下次有事 记得提前问一下我的安排 这是我给我闺蜜准备 给你妈的礼物 你自己去买的 你怎么才来啊 我爸妈都等半天了 我来了不就行了吗 我提前买好的礼盒 你怎么没拿来啊 我看那些礼盒都挺贵的 就送客户了 见你爸妈 没必要那么见外 乔 外面下雨了 我还见你回家 你说我没带伞啊 你先拿着用吧 谢谢乔 你把伞给别人了 那我们怎么办 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啊 帮帮忙吧 小乔 别赌气了 之前都是我不对 你就原谅我吧 你不会还以为 我只能在赌气吧 我都给你主动提头道歉了 你还想怎样 你只看见了 自己被冷漠对待 却完全无视我 那些因为你而难过无助的瞬间 所以后来呢 我也想明白了 我能好好爱的 只有自己 因为你 根本就不值得 分手吧 你的行李 我会快递到你公司 凭什么让我搬走就搬走 我不同意 拜托你搞清楚 那是我家 不是你家 让开 没有人是突然变了你模特 因为爱你这件事 使我难过 所以我只能突然决定 该好好爱自己了 放心吧 荣敏一会儿就到 谢谢你啊 浩子 每次吵架还要麻烦你 没事 有什么话 一会儿你俩好好说 这样下去也不是什么办法 荣敏 之前的事情我 浩子刷句句 我就带朋友来 大家应该不介意 大家应该不介意吧 吵架有什么 我们就好好说 你这样是不是过风了 冷战两个礼拜 不就意味着分手了 怎么 还希望我再等你道歉 晚了 是不是第一次吵架 就低头的人 从此之后 便失去了话语权 龙炳 你能帮帮我吗 真的太重了 刚才让你少买一点 非要和我吵架 现在就要服饭了 都是日用品吗 我 对不起吗 这件事我错了 你能帮帮我吗 不能 我还没消气呢 自己的决定 就要自己负责到底 印象里 所有的争吵里 他都是胜利者的角色 甚至道歉迟了些 也是他生气的理由 你洗完碗顺便把锅也洗了吗 我以后还要做饭呢 你之前洗完还剩个杯子 我现在不过是还给你而已 可是 你之前提醒过我 不是也刷了吗 提醒拿到教训管用 这让你才能记得住 可是生活之中 真的有绝对的公平吗 你就两天加班了 怎么黑眼圈这么重啊 昨天吵架到三点 没休息好 那 本来想等你生日送给你的 怎么样 现在有没有开心的 快试试 他们家这个海茴香 可是很珍贵的成分 修护能力不在话下 再加上专门针对黑眼圈的配方 换量眼周也很不错 整个人看起来都有精神 听起来是不错 小周你把链接发给我吧 你看 人家都准备给你买礼物道歉了 你别生气了 谁说要跟他道歉的 你能给别的男生买礼物 我给女性朋友买一只眼霜 应该不过分吧 我都说了 那只是客户而已 再说了 我不都跟你道歉了吗 次次妥协 次次道歉 可惜换来的只有活该 你这是干嘛呀 有什么话好好说 明白了 祝你幸福 我们好聚好赞 他在乎的 也许从来都只是输赢吧 我也真的累了 这才半年多 小桥居然要结婚了 你知道吗 你应该也快了吧 上次我又带你朋友一块来的 我当初只是赌气找朋友亲小桥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快找到下家了 看来 他早就做好分手打算了 之前是小桥拜托我约你出来接着道歉的 自始至终 不可低头而只有你自己 前件我送到了 去不去 你自己决定 他应该从没有想过要离开 是我一次次把他推上更远 后来才明白 其实为爱的人低头 不丢人 可惜 一切都来不及了 你搬的这个新家还真挺不错的 哎 小桥来了 他怎么也来了 小桥跟我合租呢 他住爱客屋 你穿的好像是我的拖鞋 算了没事 我穿别的 哎呀 大城市租房不容易 男女合租很正常 而且小桥又是熟人 更放心一些 小桥你别介意啊 我们只是好兄弟 你有那么多男生朋友 你为什么非要跟小桥合租啊 要不是你不同意跟我同居 我有必要跟别人合租吗 我一直很介意男朋友身边 有个女兄弟 合上会附近的开家也太贵了 瞧 要不我们同居吧 结婚之前 还是先别了吧 不过 我帮你找了几个 稍微便宜点的房源 你学学看 那你发给我吧 给小小也挑一挑 为什么给他挑 正好都要租房啊 帮他一起看看呗 他对他的事情都很上心 而对我的事情 是冷漠无事 半小时候开会哈 曾一度坚信 这就是爱情 当目睹你太多失了危机 荣敏 你今天休息 能不能帮我拿下团件啊 这里小事都要来麻烦我 我再和小小打游戏呢 你自己不会拿吗 我实在来不及了 烦不烦啊 忙着呢 你没事吧 好疼 赶快去医院吧 荣敏 你背我吧 让开 让你非要穿高跟鞋 好痛啊 你能不能背我一下 你那么重 我怎么背得动 厂商我买的好东西 听说你们女生 现在都很注重 滋补养生这些的 我查了好多资料 发现花椒含有丰富的教育 今年有进步啊 还挺用心的 正好我最近熬夜加班 吃花椒滋补 我也太合适了 嗯 这味道真的不错耶 QQ弹弹 一点也不腥 你都觉得好吃 那小小应该会很喜欢 这个 不是送给我的 你喜欢自己去买啊 这是我给小小准备的生日礼物 你一直喜欢的游戏机 见证开乐 哇 你终于选了送给我了 这是三六的呢 可是我穿三八的 是吗 那你自己换一下吧 所以你跟他住在一起 是因为我不跟你同居是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真的只是朋友 只是朋友 我扭到脚了就是我婆该 他扭到脚了你就是担心着急 你送给我的礼物都是敷衍 但送给他的礼物却是尽心挑选的 好要永远都比我重要 那我算什么 我们分手吧 小乔我错了 明天马上就搬家 再也不得他联系了 求求你原谅我 本以为他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活 结果没想到 容炳 我手机往太高 先给他付一下 我有点后悔 让我说没有答应你去表白 可是朋友比电影人的关系更长久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明明心里有个人 却用好朋友的头衔当挡箭策 如果我吃醋我嫉妒 那就是我不够高允 我不够尊重你们崇高的友谊 既然你觉得朋友比恋人的关系更长久 那我们也没必要在一起 毕竟你也不怕失去 我们分手 朋友的身份 不是你们爱你的当剑派 而我 也扶作别人退而求其次的宣布 一会儿大伙都不许走啊 我还安排了下场呢 好不容易拒绝 再尽兴才行 我就不去了 我答应我老婆今晚回去洗衣服 再不回去就晚了 明哥 没想到你这朋友还是气管炎呀 兄弟我劝你一句啊 这就不是男人该干的事 女人就不能惯着 哎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人家就是看上了容炳这一点 不然两个人不可能这么快就结婚 不好意思啊 我 竟然是他 你怎么来了 担心你喝多 我来接你嘛 你们刚聊什么呢 大家都好奇 你怎么这么快就答应嫁给我 感受到被爱的时候 谁不想结婚呢 你都做饭了 期晚还是我来吧 没关系 顺手的事 家屋是两个人的事 我们一起分担着来嘛 对啊 明天想吃什么 跟我讲 我来做 这样的话 行人从没和我说过 这么多肉买回来 难道直接动进冥香 你看 还有这些菜 都得分开放了 行了行了 你放进去就不错了 本来就没有男人进厨房的道 你这样不好的事 收下来也是不健康的 不如赶紧给你办个精神卡 还是算了 我最近换季 皮肤好干 还起皮 而且关键处皮肤还暗沉 换衣服什么的 好不方便 小脸貌 你就放心用吧 好 那说好了 周末一起去健身 还是算了 周末家里还有一堆活呢 别乱花钱了 以后再说吧 都说了 家屋是要分担着来的 大不了清晨阿姨陪你一起去 这就是你不让我来的原因是吗 你喊什么 像个泼妇一样 我就交掉人家又没干什么 你 行了行了 赶紧回去帮我把衬衫洗了 明天上班还用呢 靠我前来公司了 这个项目一直都是你在跟 赶紧回来一下 可是 我不是请假了吗 我爸爸还在音乐上 没什么可事 给你半小时到公司 没事的 你先去公司吧 叔叔那边 我照顾 有什么事 我给你打电话 放心吧 你爸他们去医院干嘛非要我送啊 我是你家司机吗 那我现在不是实在有事走不开吗 就不能帮帮忙吗 再说了 上次你妈妈生命也是我去照顾的 那难道就是应该的吗 未来儿媳们照顾婆 本来不就应该的吗 行了 昆明哥约好吃饭了 叫他们自己打车去 这也就刚结婚这样 以后怎样可说不对 要我说 女生多分担点家里的琐事 不也是应该的吗 请保姆还要花钱呢 想让女生多分担也可以啊 那另一半 也应该提供相应的酬劳 不然 和吃白事有什么区别 是啊 比吃香太难看了 等完了 我回家吧 张玉龙 这就是你说的加班是吧 你让我在医院照顾你妈 你倒好 就是吃香的喝辣的 有的男人结婚是找保姆 而有的男人是找爱人 婚姻之中没有什么应该与否 在我这里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爱而为 你们这次真的分手了 她应该就是最近心情不好 过两天就会来找我了 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 也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还婚纱照项都没去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别太心软了 快吃啊 你分手了还这么开心 其实我也想分手了 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这还不简单 你只要没事冷着她 有事的时候就把错误 都往她身上推 用不了多久 她就会主动给你提分手 原来所有的离开 都是许谋已久 什么样我肚子好疼啊 你能带我去医院吗 看时光人心快 跑随意就转着 满满的人啊 会自我折磨 妈 可是她以前明明 不是这样对我的 你不是在应酬吗 我刚看到你说来一妈 就找借口溜了出来 赶快换上吧 我只是随口吐槽一句 我刚才借到了 借到就好 以后你有需要的时候 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讲 我对你随时有空 我去客厅吧 别吵到你了 把门关上 弄完就要外面睡吧 别又把我吵醒 工作加班了一天 累了吧 最近只好我在加班 看这个眼圈眼淡越来越严重了 都说女生最容易衰老的 就是眼白 没想到你一个男生 对呼呼禀 比我还懂的 最近看你辛苦 只有上网查的资料 浪漫让你温柔 挺晚了 你先去睡吧 没关系 我想陪着你 你一直说没时间跟我去跨山 是因为你和别人去了是吧 小组团建而已啊 你别没去找事 小组团建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啊 其他人都有事没去不行吗 再说爬个山有什么可怀疑的 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不懂事 你这次项目做得太棒了 能不能单独给我讲一下思路呀 可以去我家 顺便请你吃饭 谢谢 不过不好意思 我已经请了年假 陪我女朋友去旅游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问小张 陪下 说我今天去拍婚纱照 你去哪 你去哪 那我们下次在什么时候去谈 随便 你别这样好不好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一谈 没什么好谈的 那我们分开 好 这样既没什么损失 还不用作坏人被骂 一举两则啊 干什么 用冷暴力逼人说分手 可真让人恶心 明明主动提分手的人是你 我可没逼你 谁早就想离开 谁自己心里清楚 连分手都不敢主动提 你可真怂啊 哦对 赶快带着你的垃圾搬离我家 没必要那么着急吧 着急要离开的人 一直都是你啊 你受尽委屈 却正合他意 所以不要还 任何形式的冷暴力 都是迅猛已久地离开 那天陪男朋友参加同学聚会 不好意思啊 路上有点事耽搁了 哎 来迟了 那可得罚酒啊 还喝不了那么多的 我替他喝 熔饼 哦 那个 你忘了 你胃不太好 就是啊 你朋友还在呢 怎么能替其他女生喝呢 这次就算了 来来 坐坐坐坐 快坐快坐 快坐 其实我一直知道 在男朋友心里 有一个暗恋了很多年的白月光 在他的手机里 事无巨细藏着他的喜好 小小喜欢扎着麻味 小小说打了游戏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小小说收到礼物才最开心 而这些 都是我未曾拥有过的 你怎么不识啊 我不能 我没他吃过穿菜 不过也可以尝试一下 可我不敢与他争辩什么 看到他真挚 而又热烈地爱过他 我明白 只要我一闹 就什么都没有了 也许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努力变成他喜欢的女人 谁会不喜欢漂亮小裙子呢 今天换风格了 还挺漂亮的 男孩子打游戏超过两小时就是沉迷 你看了明哥过来 对啊 来陪你打打游戏放松一下嘛 我去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这样通宵也没问题 女孩子过节 当然是收礼物的那个 你给我买礼物了 对啊 今天十四号嘛 每个月的十四号都是情人节啊 我的男孩当然也得有礼物啊 有你在 就是我最好的礼物 本以为只要我足够好 他也能慢慢爱上你 只可惜现在他回来 也许一切 都不一样 我这次回来呢 是因为下个月准备要结婚了 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参加 我和小桥婚期也订在下个月 看来大家分子前得出双倍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如释重负 只要他不爱他 也许我真的会 只要你说的我全都信任 容炳 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我们也回去吧 再等等 我们送你回去吧 太晚了 你一个人也不安全 不太方便吧 没事我 好像是不方便 你先打车回去吧 我送送他 都是老同学 你别介意 仔细我忘了 爱 从不是复出 穿着小裙子 当然要扎麻味了 这样更好看 小小喜欢扎着麻味 这样就不打了 两个小时了 再打就是沉迷了 小小说 打了游戏 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瞧 你有没有结晶力 好一点的洗面奶啊 我最近熬夜皮肤好差 总觉得洗不干净 那 专门给你准备的 那你挑一挑礼物吧 价格跟上次 还有这次 接下来差不多就行 不用 女孩子才是应该 收到礼物的那一个 你挑一挑吧 小小说 收到礼物才最开心 爱 是一物想一物 我们分手吧 原来 他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站在那里 他就赢了 今年是他来干什么呀 小小刚失恋 没人陪他 我就选择叫他过来吃个饭 再说了 过节不就是为了聚聚吗 多一个人也热闹 可是 小小姐要介意的话 那我先走了 你知道我会介意 就不应该来 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 这是越来越不懂事了 自从男朋友的发脚 回到我们的城市 就开始不断地出现在 我们的生活里 而男朋友对我的态度 也越来越浪 我们一会去看这个电影吧 听出很不错的 好 好 我马上来 小小叫我去打游戏 电影我改天陪你看吧 乖 他怎么天天叫你出去 不是说好今天陪我的吗 行啊 能不能别没事乱吃醋啊 我只是把他当妹妹 阿姨 第一次见面 也不知道这些东西 你喜不喜欢 阿姨 我买了您最喜欢的陶苏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小小来了 没事 你又不是外人 每次看到你啊 就想起来你们小时候 我和你妈妈 还给你和御龙定了娃娃亲呢 没想到一转眼 你们都长这么大了 哎呀 阿姨 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去买点鱼去 才小爱吃 我今天好好倒霉啊 我早上洗的头 洗过半天就有了 然后被领导批评 说我见客户 都不知道收拾一下 怪不得你下午问我 有没有好用的 空楼洗牌水呢 真的 果然蓬松了不少 感觉发丝之间 都充盈着空气 而且头发轻飘飘的 好轻松 还很柔顺的 你把链接发给我 回头我也去买两瓶 拿来就是送你呢 咱俩还客气什么 你心情不好 陆龙这么不配 他一天没回我消息 应该再忙吧 你一天没回我消息 就是和小小在一起 没注意到 小小心情不好 给他去看了个电影 你们还没吃饭呢 你赶紧做饭吧 三个人的恋爱 我真的谈够了 或许 我早就应该下定决心了 那你们吃吧 我先走了 要不要一会儿去唱歌啊 小小叫我去唱歌 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早就跟我朋友 约好去看电影了 哪个朋友 男的女的 你又不认识 最终有空吗 我妈叫你去家里吃饭 还是别了 我一个外人去 多打扰你们团聚 就小小去吧 毕竟你和你妈妈 对她的感情 可比我深套了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拜拜 瞧 生日快乐 谢谢 下次再去啊 拜拜 拜拜 我不是跟你发消息 说我晚点回来吗 你怎么不等我 是吗 我没注意到呢 不过过生日嘛 人多才热闹 两个人都没意思 刚才那男生 是不是之前追你那个 是啊 哦 不过你放心 我只是拿他当哥哥而已 别这么小心嘛 男女之间 根本就没有纯友谊 哦 所以你跟小小 也不是纯友谊了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道理你都懂 你只是不愿意做的 毕竟你也乐在其中 虽然我不是你坚定的乐人 那我们也没有在一起的 分手 请你离开 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你想的那样 热水器变冷 是因为有人在用 所以另一般变冷的 也是因为在与人共享 如果爱不能一人独享 但我也就不想要 但我也就不想要 我爱你 也会很难 我爱你 我爱你